黄河斑里面呢 日晒紫外线是黄河斑加重的一个因素 但不是原发因素 那么黄河斑它早期呢 就是你在出现日晒之前 你就已经有黄河斑了 五分晒后呢 它可能面积增加了 或颜色加深了 而我们的晒斑 它是由日晒直接引起的 也叫日光性皮炎 因为它日光那个暴射之后呢 皮肤中红呀 那个红肿呀 骚痒呀 那个脱皮呀 然后留下色素沉着 然后变黑 它是有这个前期的这种症状来进行区分的 对于晒斑而言呢 就是如果你不进行任何治疗 它自己慢慢也能恢复 然后治疗呢 主要给一些保湿的 那个抗炎的那个为主治疗 而黄河斑的治疗方案的话呢 还有促进色素的代谢 那么比如抗炎化色素代谢的一个方案来治疗 包括中医的和西的 他们知道方案里面差别是比较大的 出发 naturevana的 如果是因为从前面的 在时候 请大家尝试看 Amongst спрос João的神优暴射之后 19国 first 從前面的 都被人络得 多佛情 法平 不络得 多不知 等会